大家好,我是Karen 小朋友可以叫我做Karen姐姐 大家有看Facebook都知道 一年三個星期 我就為大家準備了Summer course的熱身課程 等大家做好準備上Summer course的時候 就會更加輕鬆 今天就是第一課 第一課我準備了教大家做一個女生 看這個 你看到你嗎 好了 大家準備好了 準備好我們就開始了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Running Stitch Running Stitch其實很簡單 就是好像虛線一樣 今天會跟大家做這個女生 事先我已經把這個女生的樣子 用水燒的過體節印在法寶上 你看到藍色這些位置就是印上去的痕 它的Outline 其實我已經大部分用了Running Stitch 去瘦上去 Running Stitch是怎樣做呢 所以我會示範一下下巴這個位置給大家看的 好 那首先我們用雙線的 用兩條的線 然後會在尾上打一點 好 那我們起針呢 我會在這裡開始做的 那就是在這裡起針 那首先就 起針的時候 放兩針很小的針 在這邊 放兩針 然後把這個圓結 要剪掉 拉起來 然後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Running Stitch 進這裡開始 那剛才我起針 那兩針小針 一會兒都會用Running Stitch 那些針去遮住 那記住做Running Stitch 每一針的闊度 就儘量都平均一些 那就會漂亮一點 看起來更靜齊一些 我看到這個尾 在這裏就完成了 那我就會在 儘量在1-inch電圈下面 做兩針小針 拿回去 那就儘量不要露出來 拿針的部分 然後拉行 剪貼 這裏下巴位的部分 就已經用Running Stage做完了 好 剛才我們已經看了 怎樣去做一個最基本的Running Stage 但就這樣做一個簡單的Running Stage 好像有點單調 其實我們只要做少少變化 就可以把一個基本的Running Stage 變成另一種針法 現在我將會做的 就叫做Double Running Stage 就是在剛才 Running Stage之間的空間 用另一種顏色 做另一行的Running Stage 就會變成Double Running Stage 那就 接著這樣 這個就是Running Stage 這個就是Running Stage 從Running Stage中間的空間 那我這裏 做另外一行的Running Stage 就是Running Stage 剛才教大家用Double Running Stitch 做了頭髮 現在頭髮有兩隻顏色 粉紅色和紅色 你現在發現 右邊多了一條邊 還在弄頭髮 原來我們在這個Running Stitch 上面 用紅色線去做一點東西 它就可以有弄頭髮 這個增法就叫做Interlaced Running Stitch 我現在就示範如何做Interlaced Running Stitch 在這裡我已經起了兩條紅色線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些Running Stitch之間 用這條紅色線穿過它們 那怎樣做呢 首先穿過第一針先 那就不用拉得那麼緊 拉得緊就會變直了 那就不是弄頭髮 可以鬆鬆地 有時候可以用一支針放在你手上 這樣 然後再穿過這裡 也是啦 不要拉得那麼緊 如此類推呢 這樣做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呢 鬆緊可以你自己決定的 然後你就可以控制到它到底 想軟一點啦 還是直一點啦 那我做到這裡第一條呢 那你見到也有個 軟在這裡啦 然後去到最後我們可以 收回 一條線下去 那記住不要太大力斜了 如果不是一斜就會扯到 然後把線都直到 全部都直到 直到 然後把線都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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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另外那邊 那邊的 那邊的 interlaced warning stitch 我們都已經完成了 最後呢 還有一些 藍色的 水燒 過底子的痕在這裡 那就不太漂亮啦 那我們現在就弄走它啦 用些水呢 點走它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女仔呢 就已經完成了啦 今天我們學了三種不同的針法 第一種是最基本的 running stitch 就是它眼睛啊 嘴啊 臉啊 耳仔 還有衣服的這些 去線 那第二種呢 就是它 頭上面的頭髮 融的針法 那就叫做 double warning stitch 然後第三種呢 就是它條 軟的邊 那這個就叫做 interlaced warning stitch 那除了弄這個女仔之外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 利用回今天學的三種針法啦 去做回你自己想做的圖案的 那今天的這一課就完成了啦 下個星期一再見啦 拜拜 如果各位小朋友想跟我 Karen姐姐一起完成這幅 Bunny in the Woods的話呢 就可以上去Ture and Boydia的網站 留意詳情 希望到時見到你們啦